接下来要带大家来聚焦的是 我们的工广集团华氏砸了好多钱 这次来看是农委会砸了好多钱给华氏 先来看看的是 农委会委托华氏经营社群媒体 2021年砸了442万9千6百44元 2022年也就是今年 预估将会砸589万7千472元 还没完 还要另加影音行销专案 3月份总计就150万 其实包含了社群媒体的政策宣导 假消息的及时回应 图卡影片制作等等 包含用脸书LINE YouTube等等等等 看起来我们的农委会 砸了好多钱给华氏 来包他想要做的一个工作 不过立委李贵敏就直言了 这个根本混淆了你工广集团的责任分界 你到底是工广集团 到底是中立的一个媒体 还是你是帮政府擦枝抹粉的打手呢 这就是曾经掀起了这1450网军争议的农委会 就是又被起底 委托华氏进行这样的一个网路操作 光是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媒体的经营的 去年的费用就超过了400万 今年还可能达到将近600万 其实这样子算起来总共真的是非常多的钱 虽然农委会说都是依照政府采购法来招标 华氏也强调依法取得依法执行 不过还是引发外界质疑 我想农委会的1450长久以来就被诟病 那在这一次我们再检视去年也好 今年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他有这个钱 用在这个经营社群的媒体 华氏的这个经营社群媒体的上面的钱 一个月平均就到差不多这个36万37万左右 去年 所以全年加起来的这个金额 其实相当庞大 就差不多400万元左右 可是除此之外 除了他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营运之外 他其实还有其他的费用 包括他在脸书上面下广告 每一折一万二等等的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农委会显然把这个 我们明子明高的钱用在哪里 用在这个大内宣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媒体沦为收钱办事护航的工具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是台湾新闻自由 跟民主政治的最大的悲哀 媒体本来应该是监督就是政府 然后为了全民的利益而出发 尤其是我们公广集团的相关的这个电视台 华氏啦公事也好 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 唯一的目的应该是传达正确的讯息给民众 结果我们看到这一连串华氏的荒腔走版的内控 跟新闻品质 甚至是左手拿政府的钱 右手又去美化政府的政绩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 变成说是政府的传声筒 那它何必需要成立一个华氏呢 它直接并入这个变成行政院新闻局 不就好了吗 的确媒体的职责应该是监督政府 为人民发出人民的心声 不过来看的是这回不止华氏 这个公广集团华氏之前这样子三度出包 又被揪出来 他们收了很多农委会的一些标案 但是没想到现在公事台与台也惹发争议了 来看看公事台与台的小编 在台语教学 教什么啊 这个联小微 这个疑似是在奉刺柯文哲吗 因为柯文哲说 如果接下来疫情再严重下去的话 要软封城了啦 你看封起来 你看这个图根本是在反奉柯文哲嘛 小编直接在大老老 在脸书上教大家学台语 这样的一个图适合吗 是不是在攻击阵敌呢 台北市港柯文哲的软封城 就变成这样的梗图 之前也调侃陈学胜嘛 国部长立委丽樺就怒红 身为公广集团 你应该要中立 根本变成了民进党的彻翼打手了 以公广集团来讲 你是一个公共性的一个媒体 不是说公共性就到了粉丝页 到了小编 就没有受到约束 因为你们就是公广集团的一份子 这时候那个奋计 都应该要能够中立化 然后政治的议题 不能这样子随便的牵涉到里面 所以昨天我们才会受不了 在上面 因为最近连续发生 就变成说公广集团 怎么样不成为绿营的打手 绿营的侧翼 这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负起监督的责任 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想公广集团 就是所谓人民的电视台 不应该有意识形态在里面 所以这样子 我们非常予以谴责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但这个部分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管理层 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 公广集团相关的管理层 有没有去因应去检讨 甚至于做惩处 所以管理层一定要做处理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相信所有的工作人员 尤其在公广集团 在公家机关里面 不能够有意识形态 要是把自己的政治倾向 跟意识形态放进工作里的话 我希望他不要来吃公家饭 毕竟他是领人民的薪水 不应该有政党之别 华世今年出报 NCE主委陈耀祥到立月被寻 一到位子上就被国民党立委 团团围住要求下台 华民国有史以来 没有发生过这么低级的错误 对新闻专业是严重的羞辱 这是当时你一亿护航 点名清点的华世 这样丢人现眼低级错误 难道不需要负起政治责任吗 你还要继续力挺华世 谁要想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NCC 完全没有公信力可言 NCC张欣欣 你这个主委还干得下去吗 你还看到华世长大了 华世有工我们就处理 华世正式因为是公广集团 正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是不能原谅 华世 你还要继续力挺华世吗 还要继续护航下去吗 是蔡英文教你护航的 还是苏生长教你护航的 你回去蔡英文教你护航到你的吗 苏生长说不可以护航啊 我们是独立机关吗 我们是独立机关吗 当然是独立机关嘛 做多种必须的策略 你都要护航到底吗 陈佑雄 你真的是反途 我们是独立机关 所有新闻自由的人都被你丢了 都被你给统统消耗光了 独立机关就这样处理 独立机关可以这样清点华系吗 我没有清点华系 我们是中广集团 就是整个二社新闻的专业 中广集团是大家是国立的 你还有脸座在这里吗 当然有啊 你还有脸座在这里吗 你问他有什么 你是东厂吗 新闻东厂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